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补助线做法 WHWTT第29集 题目的已知条件中有圆的切线 可利用补助线照半径 硬过切点的半径垂直切线 即可形成直角三角形 我们看这个例题 PA、PB切缘O于AB2点 CD切缘O于1点 分别与PA、PB较于CD 角APB等于60度 CE等于2 ED等于5 求圆O的半径长 坏 原因有切线 特別角 求半径长 照半径及直角三角形 O、PA、O、PB 好做法 连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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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O、O、O、P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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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角OBP等于90度 RHS全等性值 三角形O PA 全等于三角形OPB 因此角O PA 等于角OPB 也就等于1 2分之1的角APB 等于30度 那题目有 CA CE等于2 DBDE等于5 现在LIN PAPB等于X 那PC就等于X-2 由余弦定理 cos60度 等于2乘上S-2乘S-5 分之S平方加S-5的平方 减7的平方 计算分解得到PA 长度是10 得到切线段长是10 第三个步骤 OP OA 是直角三角形 O PA的斜边 及骨 一骨 5 30 60 90 直角三角形 编堂比 1 2 更号3 因此OA 等于更号3分之PA 也就是更号3分之10 所以是3分之10更号3 3分之10 立体56 有相离的两个圆 圆O及圆Q OC和OD 切圆Q于CD 交圆 O于AB QG QG QH 切圆O于GH 交圆Q于EF 求证AF 等于BE 这可能是我们系列中最复杂的题目了 一共有10条骨珠线 Y 原因 有圆芯 两双切线 两组切线 我们可以照圆形 以及支角三角形 OAM OCN OC Q Q EP Q GR Q GO 有6个支角三角形 以及相似三角形 矩形 那我们要连接10条补助线 OQ OQ CD GH QC QC QD OG AB AE B BF BF 跟EF 10条 第1个步骤 QC QD 是渊行 OCQD的边 CD OQ 是渊行的对角线 互相对角线 互相垂直 且一对角线被平分 游图我们知道 CD垂直OQ CN 等于ND 同理可得另一边 GH垂直OQ 且GR R等于RH 第2个步骤 CD 是三角形OCD的边 AB是结线 OA 比上OB 等于 OB 比上OD AB 被AB结的两边 成比例线段 因此AB 平行CD 也得到AB垂直OQ M为 AB的终点 同理可得 EF垂直OQ P为EF的终点 这题目蛮复杂的 现在令小圆半径为R 大圆半径为大R AM MO 是直角三角形OAM的骨 CN NO 是直角三角形OCN的骨 CQ QD 是直角三角形OCD的骨 OCQ的边 这个 那三角形OAM 相似于三角形O CN 相似于三角形OQC 因此AM 比上CN 等于R比上OC CN 那AM呢 就等于R 乘上OC 分之CN 等于R乘上OQ 分之大R半径 第四个步骤 EP PQ 就是这个 是直角三角形 EPQ的边 靠 gr gr RQ 是直角三角形 GRQ的骨 Og OQ 是直角三角形 O G Q的边 三角形 E P Q相似于 三角形 G R Q 相似于 O G Q 相似三角形对应边长乘比例 因此EP比上GR 等于大R比上G Q EP 就等于大R乘上GR除以G Q 那GR就是小圆半径 所以变成大R乘上O Q分之小R 因此得到AM 等于EP 也就得到AB等于EF 就是AM等于EP了 也就得到AB等于EF 第五个步骤 ABAE BF EF 是矩形ABFE的边 矩形的对角线等长 因此最后得到AF等于BE 这题是最复杂的 以上是补助线做法 WHWTT 第29集 感谢您的观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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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